亲爱的各位同学,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学习性概念第三册的第四十六课 就是Lesson 46 Do it yourself 自己动手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先来看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 请打开书到213页 咱们来看看这颗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 213页 好,动作快些 跟老师把生词短语先大声读一遍 Now read after me Plead Ignorance Ignorance Publication Publication Newlywares Newlywares Gayly Gayly Leisure Leisure 这个词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如果在美式发音里边呢 多数美国人把前面那个i发成i 后面再加个卷舌音 多数是这么多的 在里面 Lei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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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Leisure 两个声音都会听到 再往后来 King King Advisory Advisory No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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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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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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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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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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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yman Handyman Resourceful 注意这是英式发音 在美式发音里面呢 前面的S可以发生这个声音 而且应该R呢 加个勾舌头的动作 我们再这么读一下 Resourceful Resourceful 两个发音都行 分别在那边 Resourceful Resourceful 都对 都可以 好 再往右边第二列开始 Fuse Fuse Rick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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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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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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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nm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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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justment Adjustment Screw Screw Dismantle Dismantle Chuck Chuck 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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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urmoun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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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gsaw Jigsaw Nag Nag R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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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极了 这是这棵树的生词课段语 那么像往常一样 咱们下面先来看一看 这棵树的一些重点的词汇 第一个重点词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 以某事为借口 这是一个重点的动词 它两个含义都特别重要 咱们讲过 今天重点是复习 跟老师大声再读一遍 Plead Plead 好 这个词可以表示 以某事为借口 表示这个含义 咱们回顾一下 在39课曾经提过一次 今天重点是复习 而且首先注意这个 Plead这个词 它的动词形式有两种 它的既可以当规则的动词来用 一般过的词过句分词是 Pleaded 也可以当不会做动词来用 一般过的词过句分词 也可以写着 Plead Either one is ok 两个都行 Plead Pleaded Pleaded 这个都可以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看 表示以某事为借口 表示这个含义 它是个极无动词用法 大家还记得这个用法吗 直接在我们家 名词作评语 比如说 Plead ignorance 这是本文中的用法 以不知道为借口 这我不知道啊 这能来我吗 我没听说过啊 以无知不知道为借口 Pleaded illness 就是咱们常说的脱病 今天为什么没来 我病了呀 以得病为借口 Pleaded a headache 这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了 以头疼为借口 今天晚上就不学新概念了 头疼 Pleaded tiredness 以疲劳为借口 Pleaded insanity 以精神不正常为借口 这人杀了你白杀 为什么呢 他脑子有病 insanity 表示精神失常 他来自疯的 insane 就是insane 叫疯的 精神失常的 就好了 咱们看一个完整的例子 比如说 Elly pleaded tiredness and went to bed very early Elly这个人呢 怎么样呢 他以疲劳为借口 并且很早呢 就睡觉了 哎呀今天不行了 今天累了 那很早就睡觉了 注意 表示这个意思是 急悟动词 把它记住 那我们再看一看当年的一道六集的考试真题 那在2005年一道老题了 咱们来看看这个里面选什么 she he could not 什么ignorance as his excuse he should have known what was happening in his department 这个怎么学过性感觉第三册的 这个题纯粹是送分 这句子搭配跟他们46个搭配一样 他不能够什么ignorance 作为他的一个借口了 他就应该知道呢 他的部门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了 就是以无知作为他的借口 以某事作为借口 只能选择 A选项 played ignorance 固定搭配 就要以某事为借口 其他的都不对 你像这个resort 可以表示求助于 诉诸于 但是呢 后面这家借词to resort to 求助于或诉诸于什么 呢 这个petition呢 是申请 这根本就不通顺 reproach呢 咱们讲过是批评 尤其表示 因为应该做某事 没做 而批评某人 都不通顺 只有A选项 含义和搭配是正确的 所以选A是正确的 好 大家注意 这个pleed表示 以某事为借口 只是他常见常考的意思之一 咱们回顾一下39课里面 老师还讲过 这个词还可以表示 恳求请求 这个意思也行 恳求请求 但一定注意 这是不及物的 变成不及物东西了 他搭配有两个 第一个是pleed 和我们加其词for pleed for something 是恳求得到某个东西 这for表示目的吧 为了这个事而求你 咱们看例子 he knelt in front of the king pleading for mercy 他跪在国王面前 请求得到宽恕 饶我一命 饶我不死 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个knelt 这个词 它来自贵岛 这个词neel 就是k-n-e-e-l 就是膝盖 k-n-e-e-l k-n-e-l 我们再加l就好了 一般国的事 不规则动死 他跪在国王面前 哎呀饶我一命吧 恳求国王给他慈悲 这个mercy 慈悲仁慈 就是恳求饶他不死 但是pleed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 叫pleed with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这个搭配也特别重要 就是 恳求某人 让他去做模式 非常恳切的 哎呀求求你了 就是充满这种感情的 恳切的 请求某人去做模式 这个结构 咱们再39回说过 咱们再看一个简单例子 i pleaded with him to stay but he turned his back on me 我恳求他 你别走了 留在这儿吧 但是他不同意 他拒绝了 turn one's back on somebody 就是固定搭配 就是表示拒绝某人 你要把后背转向我了 那就是后背转过来 不同意呗 就是我恳请他留在这里 但是他拒绝了 他不同意 这是恳求某人去做模式 有这个搭配 一定记住pleed 两个含义 搭配就能决定他的含义 所以记住搭配之后 第一个阅读 迅速判断含义 第二个写作中错不了 所以记单词不如记搭配 特别重要 希望大家把它背起来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无知不知道 我们跟老师大声再读一下 ignorance ignorance 无知或者是不知道 这个词呢 大家注意略微有一点贬义词的味道 它表示应该知道的事情 却不知道 它略微有点贬义词的 这就是你得知道 为什么你不知道呢 有点这个味道 我们先看一个谚语 这谚语很有趣 他说什么呢 ignorance is bliss ignorance 是无知 不知道 它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后面这个bliss 叫非常大的幸福 无上的幸福 甚至发现成极乐 无知就是福 无知就是幸福 是什么意思呢 就类似于咱们 郑板桥说过那句话 叫难得糊涂 对吧 你说你都知道了 知道之后的生意肚子气 又无力去改变 还不如不知道的 等于干脆你不知道 它反正是幸福 无知是福 就是难得糊涂 这老外呢 对很多事情看法 跟中国人有类似的地方 咱们再看这个搭配 它的形式搭配特别重要 叫不知道某个东西 但注意用它 跟那个比inconsious不大一样 inconsious就是不知道 但这个词略有贬义似味道 它想到应该知道 但是却不知道 无知的愚昧的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这个词 ignorant 为了好记 就是把c去掉之后 换成字母t就好了 对吧 表示应该知道什么 却不知道 咱们来看看当年 一道阅读真题的片段 看看阅读真题的片段 他说 Darwin had a phrase to describe those ignorant of evolution they look at an organic being as a savage looks at a ship as at something wholly beyond his comprehension 这个达尔文就是 推出了这个进化论的这个人 达尔文 他曾经有这么个小句子呢 短句来描述那些 不知道进化论的人 这个phrase可以表示一个短语或者短句 这个那些those 后面那个ignorant of 是形容词短语当后置定语 相当于who are ignorant 或者who were ignorant 这个直接用形容词当后置定语了 所以前面弊动词就没有了 evolution也可以动成evolution都行 就是进化或者进化论 这个呢就有贬义词味道 那进化论呢是一个文明人应该了解的一个生活常识的 但是这帮人不懂 所以应该知道却不知道 用那个词用的恰如去判 但注意后面借词叫of一定背下来 怎么描述呢 这个小句子 那么加印号不明引述达尔文的原文了 就他们看一个有机体 organic being 就有机体了 being就是活着的东西 human being就是人 对吧 那我们说这个intelligent being 就是智慧生物 这么一个 看一个有机生物有机体 就好像是a savage 野蛮人 就是这个不识文断字 野蛮人 野蛮人看一艘船一样 野蛮人看一艘船 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他没见过的 就好像看一个完全超过他理解能力的东西一样 就是这个不知道进化论的人看到一个动物 一个植物 就好像野蛮人看到一艘船一样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样 他不知道 这个ignorant of 是无知不知道 应该知道 但是却不知道 注意他有贬义词味道 那么我们再看看他的动词 动词在三十一刻讲过 就是我们这个词ignore ignore叫不理睬 或者是漠视 他表示明明看到明明知道 但故意不理睬 或者反正漠视 不当回事 我们在复习 他有个相关的近义词的neglect 这个neglect 这个词一般发现忽视了 他一般不强的主观 故意不理睬 而是应该注意到 但却没当回事 他没有注意到 确实客观上没注意到 所以ignore跟neglect 一个强的主观 一个强的客观 这是主观故意不理睬 这个neglect呢 是确实客观 忽视了这个东西 没有当回事 我们还是来复习一下 在当年说过的一些练习题 三十一刻里举过这个题目 咱们再复习一下 再看一道老题 1987年 这个考研英语的第27题 李老师还有当时清朝外务省的考题 很多很古老的一些题目 但包括题目 老还是近 他这个英语呢 还进化速度 并不像计算机那么快 他还能用 我们看这个 When I saw Jane I stopped and smiled But she smacked me and walked on 当我看到Jane的时候 我停下来说 哎呀冲她微笑 哎呀跟她打招呼 但是她怎么样了 我必须接着走下去 她不理我呗 我跟她微笑 她不理我接着走下去 选哪个正确 只能选B正确 ignore me 她不理睬我 明明看到了 但装没看见 不理我 接着走下去 refuse是拒绝 我又没提要求她拒绝什么 不通 deny是否认 我又没指控她的干嘛否认呢 means是错过 走对了怎么会错过呢 选B是正确的 叫不理睬 这是ignore这个词 一个重要用法 我们再看这个当年 一到六级考题 一到六级正题 也是这个选择题 咱们看一看啊 他说 the joys of travel 旅游的这个乐趣 having long什么 the disabled are opening up to virtually anyone who has the means 旅游的这个乐趣 尝起来怎么样了 the disabled 大家还记得吗 李老师说过 翻译成 对了 残疾人 disable 叫残废的残疾的 钱不加定乎词的 表示一类人 故事的残疾人 现在对几乎任何一个 有这个钱的人呢 都开放了 就是甭管你是 呃 有腿还是没腿 你坐着轮椅呢 只要你有钱 我也对你开放 这个means 在这不是方式方法 而是钱 a man of means 这是一个大款 这个意思 那么我们看应该选哪个 诶 这里面只能选c了 neglect 表示忽视的 确实没注意到 没有想到残疾人 也有像正常人一样的旅游的这个需求 忽视了 用它是很合适的 这个a选叫omit 这表示省略删除 我们在这儿又不是写文章 省略什么嘛 miss还是错过了 这不同程度 discard 动词圆形可以把et取掉 discard 表示抛弃扔掉的意思 这非常好记 因为这个card 本来表示纸牌 playing cards 打broker牌 这dis呢 是表示 从中间四面八方分散开来 所以discard 本来是表示出牌的意思 这个草花我不要了 打出去了 抛弃扔掉的意思 所以discard是抛弃 要酌化一下 在这儿不会把它抛弃了 把它扔掉 当垃圾一样扔了 不对 这是忽视了残疾人的需求 这里面选c 是最准确的 好 这是无知不知道 这个词相关的中央用法 咱们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词咱们看到这儿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的词 咱们在第七课见过 今天又是一个复习 叫做新婚燕耳 新婚夫妇 这个词一定得加S 因为新婚夫妇至少得两个人 也不是至少 肯定是两个人了 你自己跟自己没法结婚 所以一定的加S 我们搭上来一遍 newly was newly was 好 这是新婚燕耳 新婚夫妇 可以这么说 咱们复习一下 我们在第七课说过的 未婚夫和未婚妻 怎么说的来的 这是两个来自于法语的词汇 我们先把这个新婚燕耳放在这儿 未婚夫呢 用屏幕左边这个 这上面有一瓶 这是法语的一个标志 从法语中来的 我们大声读一下 fiancé fiancé 这是未婚夫 未婚妻呢 后面再加一个字母一 多了一个字母一 你就想多了一只大眼睛 未婚夫呢 冲着急眼儿 那只眼睛闭上了 就一直 那未婚妻两只美丽的大眼睛 我们再来一遍 fiancé fiancé 大家可能还记得 这两个字发音是一样的 只我拼写的 插了一个字母一 但是这两个字还有另外一个发音 中音往后移也行 再来 我们再来一遍 fiancé fiancé 两个都是 中音在中间 或者在后面都可以 这是未婚夫 或未婚妻 我们说这个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husband to be 未婚夫 bride to be 未婚妻 这个也行 就是未来即将成为老公的人 未来即将成为新娘的人 但注意我们一般不说wife to be 我们大声来一遍 husband to be he is my husband to be 这是我的未婚夫 再读一下未婚妻 bride to be 就准新娘了 就这个意思 我们再复习复习 还有groom或 bridegroom 叫做新郎 新郎官 后面这个bride 就是新娘子 来就行了 我们先读第一个 大声那边 groom bridegroom 咱们大家可能知道 这个groom这个词呢 也可以表示马夫的意思 就牵马的那个人 好记吗 咱们就想想新娘子坐在马上 这个新郎官呢 给他牵马追蹬 对 牵着这个马的人 新郎官 再读新娘子 bride bride 好 还有相关的 我们知道这个 在西欧欧式的婚礼上呢 一般还有这么几个人 比如就有这个新郎官旁边的 有这几个叫 冰相 叫男的冰相 那就是那个 这个 呃 来陪伴新郎官的这几个人 叫冰相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groom's man groom's man 诶 这个冰呢 是单立人加一个冰客的那个冰 相就成相 辅佐那个相 那 有冰 然后呢 这个几个冰相里面地位最高的 就是一般我们叫伴郎了 就是一般是跟新郎官 关系最好的这个铁哥们 请他当伴郎 我们再来面 best man best man 诶 这是伴郎 然后呢 这个新娘子旁边呢 他有这个女的冰相 我们先大声来面 bridesmaid bridesmaid 然后呢 在里面地位最高的那个 咱们可以叫maid of owner 就是伴娘 我们在很多电影中见过这个词 再来面 maid of owner maid of owner 诶 这表着伴娘 这相关的词 我们把它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 好 这是在婚礼上常见的词会 我们在这个第七课 当时说过 今天是复习 好 把这几个词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新手 初学者 这个词 我们大声在里面 novice novice 好 新手或初学者 甭管是学开车 还是学新干的英语 刚入门的人 叫新手 咱们有一个词呢 在33课提过一次 跟它是近义词 就是learner 大家还记得吗 在这两个汽车后面那个女司机 happen to be a learner 碰巧这个新手 所以这两个词也行 我们在大声里面 beginner learner 都可以表示 初学者刚入行的人 begin是开始 learn是学习 初学者 这两个词用它也可以 这是我们在这个33课讲过 咱们都做复习 看一看这个句子 154页13行到第14行 154页13行的末尾到第14行 the woman immediately behind the two cars happen to be a learner 紧跟在这两辆车后边这个女人 这个女司机碰巧是一位初学者 就刚拿下本 刚会开车的这个人 你看初学者 learner跟本文中这个novice 是近义词 但是这个learner跟beginner 这词好理解 就来自learn和begin这两个动词 那这个novice 为什么是这么一个评写呢 大家发现这里边 藏着一个重要的词根 就是记住这个nov三个字母 这个nov三个字母 放在一块一般是new 就是心跟心相关系 那新手初学者嘛 当然是这个跟心相关系 叫novice 我们再看几个其他的 含这个词根的 比如说这个novel 咱们知道当名词叫小说 但是当形容词来用 叫新颖的 很新的 咱们没见过的 我们在大声度下 novel novel 当然 如果在英联邦国家 这个词都称novo novo 在美音中比较特殊 它是双音哦 在变成啊的声音 都是novel no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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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会听到 novo idea 哦 一个新颖的主意 新鲜想法 这个我们以前没想到 这个新鲜想法 可以这么说 刚才类似呢 还有novelty 直接翻译成新鲜事物 新鲜的东西 咱们没见过 我们再读一下 novelty novelty 新鲜的东西 当名词来用了 我们看 The car was a novelty in 1900 在1900年的时候 这个汽车呀 这是个新鲜事物 当时有谁开过车呀 当时是个新鲜东西 novelty 新鲜事物 这跟新相关 还有呢 以下重点的词 innovate 还有innovation 这表示革新或者创新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 非常好几名 innovy 这三个字符表示新 前面那个in 表示进来 引进的意思 刚好at也是动词自根 把新的东西带进来 对吧 引进新的东西 当然是革新或创新 我们再读一下 注意注意在前面 innovate innovate 这个革新 再读一下它的名词 innovation innovation 这名词中英后译了 对吧 好 看一个例子 innovate in technique 在技术方面革新或者创新 注意这个词是个不及无动词 在某方面创新的话 我们加解词in innovate in technique 在技术方面革新 可以用它 再比如说我们看 还有一个词叫renovate 这个非常好记忆 叫整修或者是翻新 这个 因为我们知道nov 表示新 re呢 有两个意思 第一意思表示back 回来 第二意思表示again 再一次 在这呢 可以看到是再一次的意思 原来这个东西新了 后来旧了 我再一次让它变新 再新一遍 是不是翻新吧 整修或翻新 像天安门城楼 国庆以前 我们要翻新一下 重新刷上红钩漆 类似的这个东西 对吧 我们再读一下renovate renovate 再读它的名词翻新 renovation renovation 整修或者翻新 看例子呗 the imperial palace is under renovation 这个imperial palace 咱们以前见过叫做故宫 故宫怎么样 故宫正在整修翻新之中 be under renovation 就好了 整修或者翻新 这个在什么什么状态 加ender这个词 这也是见过的一个复习 好 这是我们看到这个新手初学者 这个navi这个词 跟老师 我们就看到这 好 下面一个重点词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消费者 或顾客这个词 注意 两个发音 在英联盟国家呢 这个you 在这里就是发双眼音you的声音 后面没有这个卷舌音 所以英国人这么读这个词 答上来一遍 cons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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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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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一个声音 但在美音里边呢 往往把这个you呢 在美音中一般都把这个ye干掉 只剩下发woo 这个声音 而在后面出现字母r呢 美国人舌头勾回来 所以在美音中这么读 答上来一遍 consumer consumer 大家注意 consu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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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声音都会听到 都会听到 都是消费者 这个消费者呢 他用的比较宽广 凡是掏钱来消费的 都属于消费者 甭管你是来买一个面包 来买一个冰淇淋 买一个计算机 甚至来捏脚来了 做按摩来了 你都是一个consumer 都是消费者 但是我们先看一看它来自于什么词 它来自动词消费或者消耗 以及名词消费消耗 consumption 先读一下动词 consume consume 当然在美音中 会把ye去掉这么读 在里面 consu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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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行 确实consume更好读一些 美音中等会把英式发音 经过一个改良更好说了 但是名词发音基本一样 都是发啊 这个声音 注意大声里面 consum 不要都consumption 不对哦 变成啊 再来面 consumption consumption 消费或者是消耗 但是这个consumer 这个词表示消费者 我们说只要掏钱了 都是消费者 但我们看有一些词 可能就不大一样了 你像这个customer 咱们一般翻译成顾客 但这个顾客 一般来说是买东西的 他一般不是买服务的 比如说我来买一个点心 买冰淇淋 买一个电池 甚至买一碗拉面 对吧 你都是顾客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customer customer 这叫顾客 这个后面这个词呢 咱们一般也可以翻译成顾客 或者主顾 但这个词一般是买服务的 一般是买服务的 我们大声那边client client 但这个一般翻译成顾客或主顾 这是买服务的 什么叫买服务的呢 比如说你是这个律师的一个客户 那么你就是他的一个client 对吧 你是买律师的服务吗 替你打官司 替你起扫文书 你是银行的一个client 那银行给你提供服务 什么存款呢 理财呀 这个时候一般我们很少用customer 我们也用client这个词 这就很容易分清了 对吧 customer是买东西的 而client一般是买服务的 就是主顾 但是我们说甭管是谁 咱们都可以用consumer 或者consumer 消费者 这是不分买什么东西 只要您掏钱了 您消费了 就是消费者 还有一对词 咱们在第八课当时见过 就是著名的修道院那课书 这叫老主顾 老顾客 就是我们经常到这个地方来买东西 或经常来吃饭的老顾客 我们大声来点 patron patron 或者更简单的这个词 regular regular 这一般翻译成老顾客 或者老主顾 那就是每天都在这吃 来一碗拉面 老顾客老主顾 可以这么说 那还有相关的一些跟买东西相关的 比如订阅者或订购者 也是消费的人呗 订阅的人 我们大声那边subscriber subscriber 大家可能还记得 如果把后面的字文去到subscribe 本来就是订阅或订购的意思 那订购者可以用它 那同样的还有一个 我们在第34课 我们在第34课讲过的 专门买便宜货的人 淘宝的人 淘宝的人 淘便宜货的人 我们大声都讲 bargain hunter bargain hunter 还记得吗 bargain这个词作名词 本来表示便宜货 henter是猎人吗 到处寻找便宜货的人 这个单词 叫bargain hunter 就好了 三人四课 这是一个复习 好 这个跟买东西相关的几个词 我们可以放在一块 把它记住就好了 这个单词 跟老师看在这儿 下面咱们再看一看这个形容词 叫创造性的 或者有创造力的 这个词 跟老师大声在那边 creative creative 叫创造性的 有创造力的 这么一个词 这当然是一般来说是褒语词 他非常好记住来自动词create 就是创造 创造出 但是我们再看它的名词 就是创造性 人的创造力 我们大声那边 creativity creativity 就是把creative 变成名词了 叫创造性 或者创造力 它的形容词形式就是creative 有创造性的 有创造力的 它跟另外一个形容词类似 就是inventive 也可以表示善于发明创造的 创造性很强的 这个更好记了 因为我们知道动词invent 是发明类似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善于创造 善于发明的 可以用这个词 大家大声那边 inventive inventive 一般类似 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我们举一反三 多看几个 还有这种组词 跟想象是相关的 对吧 我们先读第一个 imaginative 再来一遍 imaginative 好 这个词翻译成 赋予想象力的 跟这个有创造力的类似 它赋予想象力的 想象力很丰富的 但是后面这个词 是同根的形容词 但别搞混了 我们大声那边 imaginary imaginary 这个 imaginary 这个词得翻译成 这个虚构的 生活中并不存在的 想象出来的 虚构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再重复一遍 imaginative 翻译成 有想象力的 imaginary 翻译成虚构的 不真实的 这个 我们先做一道 当年的一道真题 来看一看 这个辩析 你看好多题目中 考到了几个 近一次 你比如看这道题 他说 She's a very 什么 student She's always She's always talking about traveling to outer space 他是一个非常什么的学生 他经常谈论呢 到外太空 外层空间去旅行 现在人类到外层空间 还一般人做不到 所以他是个非常有 想象力的学生 我们到月亮上去打鞦韆 我们到火星上去吃糖葫芦去 我们这就非常有想象力 A B C D 咱们看选哪个 只能选择 B选项 咱刚才说了 Imaginative 翻译成有想象力的 想象力很丰富的 Imaginary是虚构的 你不能说他是一个虚构的学生 这个学生是有的吗 这个人是真实的吗 Imaginable 表示可以想象的出来的 可以想象的到的 这个A B E 表示可以什么什么的 这也好记忆 百分之不通顺 Imaginative 是正在想象之中的 它并不是 它是一个非常正在想象中的学生 这个不通顺 想象力丰富的 注意用形容词 Imaginative 举一旦三 再看几个 还是表示人呢 点子多 有创造力 类似的 有一个形容词 Original Original这个词也可以表示 新颖的 有原创性的 新颖的 跟其他人不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Original这个词 本来可以表示 最早的 最初的 既然是最早的 最初的 我是第一个提出的 当然我是新颖的 有原创性的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Original Original And Original Design 一个新颖的 有原创性的 这么一个设计 并不是copy 其他人的东西 我是自己一个人 想出来的新颖的 可以用它 还有一个词叫 Inspired 这个一般指 艺术家 什么诗人呢 画家 叫有灵感的 我们再读一下 Inspired Inspired 这个叫有灵感的 就是能创造出一些 优美的诗歌呀 能绘画出一些 非常美丽的绘画作品 叫做有灵感的 它一般指 艺术家 它的名词形式就是 Inspiration 大家可能还记得 是灵感 I-N-S-P-I-R-A-T-I-O-N 把后面ED去掉 或者A-T-I-O-N Inspiration 还有呢 我们46课中的 另外一个生词 咱们可以同时记住 就是足智多谋的 详荣这个人的点子 特别多 碰到棘手的事情 咱们问他 这个人的外号 叫金点子 外号的小诸葛 足智多谋的 能想出很多方法的 我们再读一下 两个发音都行 英国人这么读 Resourceful Resourceful 美音中呢 前面发 后面加卷舌 在那边 Resourceful Resourceful 确实美音更好读一点 足智多谋的 点子多的 小诸葛一样的 它有一个同一词 是个短语 叫Full of ideas 充满了好点子 这是表示足智多谋的 我们在大声度下 Full of ideas Full of ideas 跟这个能替换 He's resourceful 就像是 He's full of ideas 这个人足智多谋 充满了鬼点子 充满了好多好主意 都可以这么说 好 这几个想象力丰富的 什么有 什么 这个足智多谋的 这个有发明创造性的 咱们会放在一块去 是类似的 好 这个重点词 我们葛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要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黏黏糊糊的东西 把什么东西给堵塞住了 堵住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Clock Clock 注意 这个词一般多强的 黏糊的东西 尤其是想什么管道里 一些淤泥 也粘稠的东西 把这个通道给堵住了 这个时候你听声音 Clock Clock 就堵塞住这么一个动作 好像能听出来这个感觉 它的搭配呢 一般我们说Clock something up With something 某个东西 把前面这个东西给堵住了 就是这个东西 后面这个东西 把前面东西堵住了 如果再加个up 是强调堵的死死的 因为这个up 可以强调一个彻底性 把这个东西堵的死死的 纹丝不动 一点都吞不过去 我们看例子 The pipe was clogged 或者说was clogged up with mud 这个管道被泥巴给堵住了 如果堵的死死的 可以加个up was clogged up 就一点都过不去了 整个被堵死了 这个一般指黏糊的东西 把这管道堵住 用它最常见 但是如果表示 一群人挡住了去路 一个大汽车 把这个马路给挡住了 这个不强的黏糊的东西 这个时候用的词就多了 你看至少我们这几个是常见的 像jam block 还有obstruct 都是表示阻塞挡住 但未必是黏糊的东西了 他们用的场合更多了 跟老师大声先读一下 jam block obstruct 这个也可以表示阻塞 但一般就未必是黏糊的东西 咱们看例子 a crowd of people jammed the road a crowd of people blocked 或者是obstructed the road 有一群人挡住了道路 挡住去路不让你过去了 挡住可以用它 当然这个jam是不给做动词 双写m加1d 然后呢 这个jam我们知道 它本来当名词 可以为了果酱的意思 果酱 东西把它挡住了 这个过不去了 跟它类似 我们这交通堵塞 就可以用trafficjam 这是jam当名词来用 那就好了 这是挡住了 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个含义 我们用抽象的含义 叫阻挠 阻挠某人的计划 阻挠某人的这个事业 阻挠我们有个非常好的词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sort sort teach还是要吐说的 我们再来遍 sort 这个词翻译成阻挠 一般我们看用在哪个场合呢 Harry knew that nothing could sort his plans Harry知道现在没有任何事情能够阻挠他的计划了 在这阻挠 他不让计划正常进展 这个感觉叫sort 好 这是阻挠 我们还有一组词 也是咱们写作高频的用词 叫翻译成什么呢 翻译成妨碍了 一般多跟什么进步啊 什么发展呢 妨碍了什么什么的进步 妨碍了某个事物经济的发展 这个妨碍也有一组词 这三个词咱们可以同时记 其中这个hamper和hinder 和impede这个词到了四册 还会再次讲到 都是比较文气的词汇 我们大声来读一下 都是极无动词啊 大声那边hamper hinder impede 都可以表示妨碍了 一般多用什么progress development or growth 这样的词 就妨碍了什么的发展 进步 或者增长 类似词汇 我们看类词 higher interest rates could hamper 或者could hinder 或者could impede 注意这极无动词 直接加并于economic growth 更高的利率 可能会妨碍经济增长 这个利率太高的话呢 咱们贷款的成本高了 大家就不愿意投资了 妨碍经济成长 好 这是我们看到 表示年户东西堵住 还有挡住去路 阻挠某人的计划 妨碍什么的发展进步增长 相关词汇 咱们把得便细轻 但是注意这几个词 都是极无动词 这就好记了 好 这个重点词我们哥老师就看到这 下面一个比较重点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 哟老朋友了 又出来了 错觉 我们跟老师大声再来面 delusion delusion 对某事物的错觉 我问大家 这个搭配是什么来的 相信咱们能背出来了 用必动词或者live end the delusion 或者是end the illusion that 表示某人有某种错觉 这个必动词跟live可以替换 illusion delusion都可以 这个illusion呢 在第41课 宁静田园生活的遐想 里面我们讲过 这个跟illusion delusion 几乎是同一词 在这呢 一般来说可以替换 叫某人有某种错觉 把搭配基础 这单词就活了 咱们先复习41课里面 192页的第7到第8行 192页的第7到第8行 这英语不能嫌麻烦 不复习就忘了 Even he still lives end the illusion that Can't your life somehow superior to turn life 甚至是他 依然有这个错觉 认为农村生活 好像比城市生活更优越 更高级一样 这里也可以换成必动词 Even he is still end the illusion that 换成必动词 也完全一样都可以 那么我们再看在本文中 就在本文中212页 我们46课里面 15行到第17行 课文的15到第17行 The worst thing about do yourself game 有关自己动手做事情的这个活动 最糟的事是什么呢 是is that 我们是表语从举了 Sometime有时候 Even men甚至男人 live under the delusion that 他们也有这样一个错觉 就是他们能做任何事 甚至当他们一再被证明是错的时候 依然有这个错觉 用的是live under the delusion that 这个live也可以换成are Even men are and the delusion也可以 delusion也可以换成illusion 这个搭配是可以替换的 这是复习 咱们把这个看到这 不能光蒙固 咱们还得知心 allusion 还有一个名词叫allusion 你看 跟delusion可以 illusion是行进词的含义不同了 这个allusion 翻译成对什么什么的影射 或者暗指寒沙射影 大家可能背过 它的动词可以用allude A-L-L-U-D-E A-L-L-U-D-E allude 名词就是allusion 对什么什么的影射暗指 我们借词一番加to allude to somebody 或something allusion相应的 我们借词也可以加to 我们看例子 he resents any allusion to his baldness 我们知道这个形容词board B-A-L-D 叫tood Bardness 就是tooth 这个意思 resence 讨厌了 他讨厌任何对他tooth的影射 这么一个暗指 就是没有直说了 暗指了 昨天买个大西瓜六元 你买西瓜 你是不是暗指我tooth头啊 吸过眉毛啊 其实人家并不是有意在说的事 但总之 影射或暗指 用allusion 注意后面借词加to allusion to 这跟delusion illusion 要做个辩析 那么再回到这个 这个错觉 这个词 illusion delusion 是错觉 但有个辩析 还有个名词叫幻觉 幻觉就是听到看到 本来不存在的事物 错觉呢 是把这东西理解错了 幻觉是根本没有 但是就看到 听到了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幻觉 这个词 hallucination hallucination 叫对模式的幻觉 幻听幻视了 the high fever gave her hallucinations 这个发高烧 使这个女孩子产生了幻觉 发高烧 发现自己 诶 我怎么面前妈妈变成一条蛇了呢 怎么房子变成金元宝了呢 这产生幻觉了 这是出现了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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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病态情况下出现的幻觉 幻听幻视 还有一种特殊的一种幻觉 或者错觉 咱们叫做海市蜃楼 就是看到了这个在空中出现了 远方的都市大楼 其实没有 这是光线全反射的原理 这么一个 我们再读一下 mirage mirage 这是指海市蜃楼 也经常可以做派生意 是对什么什么的错觉幻觉 这个也行 但注意本事 这个这个本意 是表示海市蜃楼 这个意思 好 这是把这个错觉 这个相关的一些行进词 和进一词放在一块组合辩析 咱们记住就好了 下面一个重点词 再看一看这个重要的名词 就是调节或者调整 跟老师大声在那边 adjustment adjustment 叫做调节或者调整 这个名词呢 比较重要 它表示调节调整的时候 一般多想到小的调节 就做微调 一般不会做大手术 不会动大手术 小的调整 这个固定搭配呢 咱们一边用make adjustments to 对什么什么做一些调节 做什么什么调整 但一般是微调 不会做大手术 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the room was full of dancers all making last minute adjustments to their costumes 这个costume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刚刚讲过没多久 13课最早讲过 后来还做过复习 可以表示戏服 化妆服 道具服 在舞台上演戏式穿的衣服 这个房间里充满了 满都是那些舞蹈演员 他们都在做上台以前 最后的服装上的调整 这个并不是马上去换衣服了 就是上台以前整一整 看我的领带 是不是很整齐 我这个皮带是不是都系好了 这拉锁是不是拉上了 这是做最后的调整 用用它 对吧 这个小调节make adjustments to 可以这么来说 但是这一般是小的调整 小的调节 这是它的这个名词 动词咱们可能用的更多 动词咱们用adjust a to b 调整a以适应 b 但这个a画一个括号 就表示a有也行没有也行 你要加上这个a的话 就是把a 调节a以适应 b 如果要是没有这个a 把a去掉 就变成逐于本身来适应 b 就好了 那么有a是使a适应 b 没有的a adjust当不级舞动词 就是逐于本身适应 b 就好了 咱们分别看一个例子 you can adjust the belt to the size you want 这个是调节ae适应 b 你可以把这个皮带调整一下 松一个扣 紧一个扣 来调到你想要的这个尺寸 松紧可以调节 这个bell是皮带的意思 调节皮带到你想要的这个尺寸 这是做起舞动词 不起舞也行 就逐于本身适应 我们看这个例子 some animals adjust to their environment by instinct 非常好理解 有一些动物怎么样 可以调整他们自己 以适应周围的环境 这个调整是by instinct 大家还记不记得什么叫instinct instinct叫本能 可以本能的调整自己 以适应周围的环境 这个后面这个反身带似 dimself是可以去掉的 没有它也行 没有它就变成逐于本身在调节了 那大家反而在调整他们自己 意思还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后面反正带似可以去掉 adjust to 就是调整以适应就好了 可以看到这个词 集舞不集舞都可以 比较好理解 好 看跟他类似的一个词汇 也叫调节 但是呢一般强调比较大的调整 所以动大手术了 做比较大的调整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动词 adapt adapt 这是发a这个声音 你看这口型就不一样了 adjust 口型就小 adapt 口型就变大了 一般是大的调整 大的调节 同样的 有没有第一个宾语都行 有第一个宾语A呢 是调整A 以适应B 没有A呢 就可以说主语本身适应B 都行 一般是大的调节 我们看例子 Novels are often adapted to the stage 这个小说呢 常常被调整以适应舞台需要 就是小说经常被改编成剧本 改编做大的变化了 本来是小说原本是剧本了大的改变 这改编也可以用它 adapt 调整以适应 我们再看一个不久的用法 She couldn't adapt to eating fish everyday 这个女孩子无法适应每天吃鱼 这么一个生活 后面这个反身代词可以去掉 没有反身代词也行 直接用adapt to 就适应什么什么东西 这是主语本身 适应后面的宾语了 注意to是借词 或者eating加动名词就好了 调整以适应 它的名词形式呢 就是我们特别重要的名词 我们大声度下 adaptation adaptation 注意动词是adapt 它既可以表示调整调节 也可以翻译成改编版本 某个事物的改编版本也用它 调整调节改编版本都可以用它 这是我们这个相关的词汇 还有一个也是做修改修订 但是一般是做文字上的修订 一般是修订文字上的东西 措辞修订一下 我们再读一下amend amend 修改或修订 它的宾语一般是一个文本上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看一些例子 amend a bill 这个bill 注意 在这不能翻译钞票 bill是多一词 在这是法案的意思 修订一份法案 各边的条文 一个措辞可以做修订 amend a rule 修订一个规章制度 在里边文字做修订 amend a law 修改一个法律 amend a document 修订一份文件等等 这一般是修改或修订 你看发现都是文字方面的 那么它的名词形式 后面加ment 就好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mend a amendment 既可以表示对文字的修订 也可以表示法律的修订案 我们说宪法第14次修订案 就用它对法 对法律文件文本的修订 叫amend 好 这个相关词我们放到这 跟老师一块记住就好了 最后一个比较重点的词汇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 熟了或者是唠叨 这一般多是指老婆对老公 女人对男人的唠叨 我们大声来变 nege nege 熟了或者是唠叨 首先这个词搭配叫nege somebody 那有时候可以加个借词at nege somebody 这个nege 后面加不加借词at都行 他节目不节目都可以 冲某人不停地数了唠叨 我们看例子 his wife neged him when I necked at him all day long 他的老婆一天到晚不停地数了他 你个窝囊费 那二百五 成天数了他 nege somebody 这个都行 这个我们跟他类似的 还有一个比较口语化的用法 不太正式 但是这个有点不够尊重了 叫bitch at 这个bitch本来就是做名词是母狗的意思 骂人就骂女人婊子 对吧 那bitch at somebody就是 别他妈咚咚咚咚咚 熟了我唠叨我了 这bitch at 这个一般是用在比较并不太礼貌的这个场合 所以在口语中可以这么用 这一定后面叫at 我们就能说stop bitching at me 别唠叨我了 得不得就讨厌呢 这个打架的时候可以这么说 stop bitching at me 但这个bitch 这说起来就语气比较重了 但确实都是表示对模式熟了唠叨我 我们再读一下不要读beach 海滩了 我们大声听没 bitch bitch 后面加这词at 这是鼠唠唠叨的 那我们复习一下跟它相关的 我们以前还讲过什么对某人发牢骚抱怨 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加about这搭配 那动词可以用好几个 我们分别大声来读一下complain 这个在第一课讲过大家最熟悉 再读后面moan moan 再读第三个grouch grouch 这个词一般 一般翻读成喋喋喋不休的说 或者翻读是饶舌 这人总是说个没完碎嘴子 喋喋不休的说 饶舌用chatter 再读第二个词 murmur murmur 这个词一般翻读轻声耳语 说悄悄话 你知道吗 这降价了快买一下 要不这去晚了没了 轻声耳语 叫murmur 这个词 还有一个我们在二十九个说的 喃喃自语 小声的咕弄 对自己说 我们来一遍 mumble mumble 这个叫喃喃自语 小声的咕弄 这个我们复习一下 在第二十九课 就是一百三十八页课文的最后一句话 一百三十八页课文最后句话 你看他怎么说 he was still mumbling something about hospitals at end of the party when he slipped on a piece of ice and broke his left leg 他还在嘚喃着一些有关医院的事 在晚回结束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他在一块冰上滑倒了 并且把左腿又摔折了 好 这是我们第四十六课的生词和短语 这课书重点词是比较多的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注意 单词跟语法不一样 语法 句法是明白 理解就可以了 单词要背下来 所以希望大家反复收看 重点的内容做好笔记 并且在脑子里面记笔记 不要逛记到本上 好 生死的一根老师就看在这儿